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白同學 白同學今天要來推什麼題目 你們知道嗎 就是白同學上個禮拜的時候 有放一部那個 我那台復古麻糬 Foretta 他在更換那個冷氣風扇DIY的影片 看下去沒想到 很多同學都有在DIY國產車 我這次覺得白同學拍這支影片 對你們有幫助 我也是覺得很開心 然後同學問到很多問題 我大概整理一下 分享給同學 就是 那個 March 跟Tossel 兩台車的代步車 就是一台是Toyota 一台是日產 這兩台代步車 我們在首選的話 到底選哪一台比較好 白同學為什麼 後來會選那一台 復古的March 來做我的代步車 這是特別分享同學 然後 第二就是說 我對車子的看法 大概有哪些 然後 他的那台車 他兩台車的屬性 優缺點 Tossel 跟March 他那兩台的DIY 還是說 一些包養的部分 還有 他的車型 在什麼區域 什麼路段 在用的話 比較適合 大概 簡單說啦 兩台PK 選哪一台覺得比較適用CP值高 我們今天就要來討論這個問題 好 我們切入正題開始 為什麼我會 用這兩台車下去比較呢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我差不多 買到10年前的時候 我在網拍賣的啦 也是 找那個自收車這樣選嘛 我就是那個時候 Tossel 就是 Toyota一台 人家俗稱戰車 然後 國產車的是那台March 因為那台就是 平常是上班 就是 以省油節能為主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還有黑白檔 比較沒人偷啦 就是我的主要 會選擇 他們的那個 想法就在這邊 那兩台來講 有嗎 很多同學好奇說 奇怪 白同學 你米冷的車買到那麼多 為什麼還要買一台國產車 我針對這一點 我來分享一下 我在看車 我把它定義 大致上 跟那個女生一樣 分三種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大老婆 就是那台March 他就是 奶超嘛 然後他的性能都很好 外表就不重要 你不管黑白天堆 黑白A到什麼 你都不會心通 但是 裡面的話就是 把他的性能夠得很好 出去的話 妥善率很好 這就是 算車來說 我大老婆的定義 然後 多功能女友 就是第二項 就是我那台March 139 我就是把它設定為多功能女友 他什麼場合都可以出去 外表跟品牌出去 也是覺得還蠻體面的 然後你要上山下海 長途 跋涉 或是 你要近距離 什麼路段他都可以跑 全天 所以就是 那一個算 一個CP值很高的女友 然後再來第三款 就是 那個什麼 小三型車款 就是 我那台MNW 敞篷318 就是去 麥當勞 德萊斯 買的那台車 我一個月開過一次 所以我把它定義為小三型 因為 孤孤兒去偷吃一下 吃一下 感覺很甜 但是 它的實用性真的非常差 所以就跟我們說 小三沒有辦法見光 對不對 對啊 孤孤兒搭 搭起來深色 所以我大概在看測的話就是 類似把它 歸了成這三種 這是用那個報效方式 分享的同學 然後 開始來說也用途 因為那時候怎麼會選一台 復古的MARCH 尤其是那個 機車主 你剛才要升級到那種 代步車的階段 我是覺得 MARCH跟TESLE這兩台車 為什麼那個時候是首選 包括現在也是 因為第一的車價 大概都個位數以內了 因為 那也沒更熱 他們兩台車的妥善力都非常好 另外 你如果說 你要把它區分出來 就是說 另外那個 TESLE它是屬於小型房車 因為它有那個後車廂 你如果說 免許小工車廂 你買下去的時候 整個家裡 找機內 你有時候要出遠門 或是市區再跑的話 它 小家庭的話 免許機 那也ok 搭配一些小型李 然後 如果說 以那個MARCH 那種 有的像 那種 沒沒的車我 以我182.5 身高坐的時候 我已經要弄到原點了 那椅子 它也沒有辦法調高低 但是 別再說 我就覺得 就開始在都市區 那些塞碰碰車 就是 我以停車方便 因為車價很小吃 兩台車來講的話 油耗 事實上是差不多 我們後面再分析一下 你現在 你如果說 他小 那個什麼 小家庭來說 你如果說 你要出遠門 也是ok 但是他變成 他室內空間 明顯就比較小 因為後面 他那個後車廂 他就是直接 不要再說 那個沒沒的金錢 他後面要放一些小行李 講真的還蠻急的 所以 你如果說 平平正台的車在算 第一考量 是說 你如果考量到 室內空間 你就是要 全家只擁有一台車 尤其是 都會去停車 很貴的 你就是 大概選Tocel 應該會比較勝出 因為 白東學是 只要塞碰碰車 手在黑白 停停的 方便就好 以 每天上下班 通勤方便的話 我是覺得 女生啦 選那個 復古的那個 麻糬 或是小麻糬 那個都是首選 還有那個 一般女生在開車 就是以方便 輕鬆為主 所以我覺得說 選那個什麼 先輩式的車 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然後我再看一下 然後這兩台車的 穗金 它都是同級 1.8以內 我就覺得說 那一台麻糬 他就 不知道太多 要賺到 要賺到 要給你 水金多少 他就 故意做1.3 多那個100CC 你一年要多 付很多錢 你如果摸 在那1,200以內 就是水金就省了 你如果說是那個 Tocel 它是好像是做1.5的 他扁的 可以說 他的動力 他可以說 比一台麻糬 比較有力 但是兩台車 我都會刺開過 有 兩台車的靈敏度都不錯 因為 麻糬可能還比較輕 你知道嗎 但是以板金來講話 麻糬 跟那個Tocel 兩台來說 我覺得麻糬 比較厚一點點 因為半斤 半斤八兩 本身不差很多 但是你如果說 Toyota 它就是 以板金 它就是比較薄 它是以節能為路線 其他我們先不考量 說什麼耐狀 不耐狀 那個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所以說 兩台車 它的車重 來說 我是跟他們走的油耗 都差不多 你像那台 我那台麻糬的 市區在走 我大概在跑 大概是1公升 跑9公里 但是它跑高速公路 我覺得 我講真的 它不會生油 你知道嗎 它走高速 大概維持在 跑時速95的話 它1公升 大概跑11 它最少就是這樣 如果說 把它腳110的話 1公升就是在10公里內 它沒辦法 我覺得它沒辦法很生油 它可能車輕有沒有 它買來又不說太大 你那個狀風面 它比較不流行的管理 所以它主風比較大 跑長途的話 油耗 我感覺 含市區來說 它不會差很多 你如果說 Tesl有來講 它我們朋友 我們組裡一家 它分析給我來講 它在走 它油耗 車流或什麼 也是差不多在那 9到10 11那個部分而已 也沒辦法說 像人家 武漁師的神車 都跑到15-16 可能是那個 年份比較舊的關係 然後他們在保養的話 以我那台麻糬 它是3.2公升的機油 很省的 差不多3罐多就好了 另外那個 Tesl有大概也是 3點多到4公升 保養的話都很省錢 但是我們要說到一個重點 我們在DIY的時候 到底哪兩台車 對我們來講 比較有利 我先來分析一下 那時候 我沒有選 那台Tesl 它就有一個 我感覺它的缺點 它就是有做 那個正式皮帶 我很討厭 車有設計的東西 你不要覺得說 那個6萬多公里換的話 你會覺得 沒有什麼 但是五、六萬公里 你在跑 你對上班族 每天再開 很快就到了 換一次 雖然是大概四五千塊 不會說很貴 但是你如果說 在外面的保養來說 它這種車是很普遍的 但是 有個缺點 那些技師 不要說 他的技師 在對那個正式 如果稍微有誤差 你如果偏偏換的時候 照片的時候 車子會覺得 換起來比較沒力 就是稍微有一個失真 你如果說 原廠換是最好 但是它費用 當然就是 技術有一定層面 也會 縮得比較高一點點 那你如果說 那個March的有沒有 我現在要 最後決定選它 就是因為它 不用更換正式皮帶 以及用那個 鋼鏈式的鏈條 當然有的朋友也會覺得 呃 北東學 那個鏈條要換 我自己開車那麼多年 對於說你車子 真的沒有在保養 有去塞 出現重大引擎狀況 要不然那個鋼鏈式的 鏈條 你跑到五十萬公里 要不然直接 開到那台車 報廢 它還好好的 那是 我跟它經驗分享的同學 當然有的 看鳥摸 要跳那樣 往什麼石龜滑板 那個就是看個人的 龜毛程度 那是說 大家的白東學 分享這兩台車的 優缺點 主要給你們聽 最後來一個總結 白東學 為什麼買了兩台 在比 我來選罵上一台 因為 兩台車它的妥善率都不錯 當然旧車後面都會漏油 還是吃雞油 那個我們就先不談 以馬群那一台 來講我就是覺得說 於停車方便 車妥善你再做 說這也不會公開拍照 我就是那個DIY影片 你們有看到 就是買後面 多重考慮之後 我覺得 買就是買一台最小的車 來選 我當然那時候在選擇 我還有考慮了一台車 就是Smart 但是那台車是想你 夭壽鬼 後來那一台車 我就跳過去 我就選馬群 當然 也不是說 這兩台車就是 最佳的代步車首選 因為 我是預算的關係 那個時候就是 10萬以內 把它解決 所以我是跟 剛好網友問到這個問題 這兩台在PK 我是比較傾向選 那個什麼 不用更換那個正式皮帶的 因為 你中型房車 大型房車 那我都有啊 所以說 我就是要一台很小的 碰碰車來幫我 市區代步這樣 東闖江湖 最後跟同學講一下 你如果要買那個March 來當代步車的話 你要特別注意 它在1999年之前 出廠那個March 它是那個NCVT的變速箱 可以說是那個 時間到必壞 那一壞的話 維修大概 是3萬塊就能解決 那大部分就是直接 改那個市宿的傳統變速箱 那是白同學分享的同學 因為白同學那些也要害的 還有去改四手 那你當然 你要買99年之前的March 它如果已經 前車主已經壞過變速箱 它有換好那個市宿排檔 那個市當然是最好 物超所值嘛 那你說 求那個保險的話 你就是選那個 2000年之後的那個March 它的內裝也比較漂亮 那個 裡面是真皮嘛 就是菱形 那個車封線格 你看起來精緻度很高 原廠它已經搭配那個 濕速變速箱 差別在哪裡 我們知道 因為那個 儀表板管底的一個檔位顯示 這樣開起來會感覺會比較爽 這是後來白同學 再跟你說一個重點 那什麼不記得 還有 DIY的話 TOSLO跟March 兩台車在換機油的話 TOSLO它的優點 我覺得這設計要很好 它那個機油濾心是 坐在那個引擎室上方 你就是直接拆開 那一台機油心 幾十塊而已 你換上去 然後機油 就像白同學一樣 搓一搓 加起來 大概至於保養 四五百塊就可以解決 但是March的話 搓油是方便 但是它那個 很多日系車 它那個機油心 都是坐在引擎後方 我實在很肚然的設計 你要換機油的話 自己DIY 綠心你要換 車子要頂起來 你到下面去換 有一定的危險性 而且說 你如果說這機油 你都會在那裡 固定的好使用 安全措施做好 你光拆那個機油心 拆下來每次 後面引擎後方 就是它整個滲油下來 你剛才換完後 你塞車前 騎後面都轉 那個什麼 那有機油燒焦 我之前很多日系車 為了省錢 它那個機油力心 直接做引擎 後方 我實在很突然這個設計 大概這就是白同學 買後面 補充那個項目 我同學知道一下 因為白同學是 DIY頻道 大概會DIY的同學 比較會看好頻道 所以這個部分 我也想要跟同學 重點分享一下 會記得 節目最後 記得怎樣 訂閱白同學DIY教室 掰掰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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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